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在2023年底正式发表了全新的酷睿第14代桌机处理器产品家族, 包括6款全新位索屏桌机处理器,拥有最多24核心和32线程,最大锐频频率。 高达6G。 此外,由于比前一代增加了4个能效核,i714700K拥有20核心和28线程。 英特尔Extreme Tuning Utility新增了AI Assist功能, 为特定的位索屏桌机处理器带来AI引导的一键超频功能。 英特尔客户端运算事业部副总裁,前发烧友PC和工作站解决方案总经理Roger Chandler表示, 自推出高效能混合架构以来,英特尔不断突破,持续致力于提升桌机效能。 凭借英特尔库略第14代处理器,它们再次证明了获得全球效能出众的捉机体验, 使发烧友们选择英特尔的强有力理由。 尽管如此,也许现在还看不出来,但英特尔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 ARM架构的PC的推出,会对英特尔的原有生态造成多大影响。 对此,海外多家分析机构做了阐述。 科技类专栏作者Christopher Mims表示, 目前的生态演变对英特尔员工和投资者来说厉害攸关, 而且很可能在2024年及以后的市场份额争夺战中演变成一场激烈的战斗。 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也需要怀旧了。 也许会有一天,从1991年开始, 就贴在个人电脑上的Intel Inside小贴纸可能会不复存在。 这些电脑的处理器可能不再采用英特尔的晶片, 而是采用一系列制造商的处理器,主要是高通公司, 但也可能是辉达公司、AMD公司,以及一些知名度较低的公司, 如总部位于加州圣克拉拉的京城半导体和总部位于台湾的联发科技。 ARM公司的业务目前一直在增长,尤其是在行动端。 到2011年,英特尔寻求进入行动处理器领域时,为时已晚。 苹果是第一家压住基于ARM处理器的公司, 许多人认为它只能用于手机, 甚至可以成为最强大的捉机电脑的大脑。 这是苹果公司在设计晶片时,比英特尔和业界其他公司领先的一大步。 因为在当今世界,功耗已成为所有的电子装置, 不仅仅是手机效能的主要限制因素。 现在,谷歌、高通、亚马逊、苹果和其他公司都可以使用ARM的蓝图来定制设计晶片, 为手机、笔电到云伺服器等一切产品提供动力。 这些晶片通常由三星或台湾台积电生产, 它们主要为其他公司生产晶片。 英特尔面临的威胁不胜枚举, 值得总结一下,Mac和谷歌的Chromebook已经在蚕食基于Windows, 由英特尔驱动的笔电的市场份额。 至于基于Windows的电子装置, 所有迹象都表明它们越来越多地采用非英特尔处理器。 最后,Windows未来很可能在云上运行, 也将在非英特尔晶片上运行。 苹果公司几乎完全放弃了英特尔的晶片。 十多年来,苹果公司的所有桌机和笔电都使用英特尔的晶片。 与此同时,根据StatCounter的数据, 其桌机和笔电的总体市场份额已从2013年的约12% 摊升至近三分之一。 如今,不仅仅是苹果公司在远离英特尔的晶片。 微软也正在加速其长达数年之久的努力, 已在基于ARM处理器上运行。 这样整个PC生态系统就不会因为英特尔未能跟上苹果和台积电的步伐而陷入困境。 谷歌的Chrome OS可与基于英特尔或ARM晶片配合使用, 也是微软面临的一个新威胁。 这就意味着英特尔面临的威胁来自于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这些公司腰缠万贯,利润丰厚, 他们都想从英特尔的市场份额中分得一杯羹。 在许多方面,这确实是英特尔与世界的较量, 世界几乎包括了所有你能叫得出名字的科技巨头。 事情并非总是如此。 数十年来,英特尔与其不死不休的合作伙伴, 微软,通过Wintel双头垄断, 在个人电脑市场上共同占据了主导地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微软也是放弃英特尔晶片的公司之一。 微软正在努力使Windows及其他软体能够在云端访问, 这可以为客户节省开支, 因为他们可以使用比传统个人电脑更便宜。 更简单的电脑。 这也意味着在工人的办公桌上可以摆放基于ARM处理器的电子装置, 以取代效能更强大的英特尔处理器。 而且,员工在云端远程访问的Windows版本也可以在数据中心基于ARM的晶片上运行。 11月中旬,微软发表了七首款基于ARM的定制晶片。 其中一款名为Cobot的晶片将用于数据中心, 为基于云的Windows体验提供动力。 高通公司也即将推出基于ARM的笔电晶片。 亚马逊最近推出了一款小型PC电子装置, 它可以从云端流失传输,Windows和应用软体, 就像Netflix一样, 只不过是用于软体而不是娱乐。 这是一款重新利用Fire TV Cube流媒体电子装置, 售价200美元, 采用京城半导体公司的ARM晶片。 高通公司还即将推出基于ARM技术的笔电晶片, 但其目的不仅仅是将这些电子装置与云端连接起来。 相反,他们将直接取代英特尔的处理器, 处理电子装置本身的繁重工作负载。 与此同时, 他们还将与苹果公司最好的晶片正面交锋。 微软正在投入大量精力, 使Windows能在这些高通的处理器上运行, 同时鼓励应用程序开发人员也这样做。 英特尔负责半导体效能的副总裁Dan Rogers表示, 自从在英特尔工作了30年的基辛格, Pat Gelsinger于2021年重办公司担任执行长, 以来,他相信他们的精力已经得到了释放和集中。 他们在个人电脑领域的动力从未像现在这样强劲。 英特尔计划在Rogers所说的轻薄笔电领域推出新一代晶片。 在这一领域,苹果一直在击败搭载英特尔处理器的Windows电子装置。 在先进的晶片制造技术方面, 英特尔承诺在2025年赶上其主要竞争对手台积电。 消费电子业务充满了逆转, 尽管英特尔仍然是一个强大的竞争者, 但这一切都不是注定的, 结果也是充满着万千变化的。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谢谢。